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圈友夏哥好 大家好 以及安定力量的副执行长毛嘉庆 元一好 各位观众好 韩国瑜今天又有了新的青年政策 我们一起来听他怎么说 我们要解决学生蛋糕 政府要很负责任 让这些经济困难的年轻子弟 他们去银行借钱 我们要把他的利息降到最低 甚至所有的银行都不向学生收任何的利息 政府来补贴 很多家庭经济不好 必须向银行贷款的学生贷款 政府为什么不帮这些人 所以我们对于年轻人 不光是要鼓励他出国交换一年 培养国际接轨能力 培养自己独立的能力 多交朋友 心胸打开 一定要做 百分百要做 不过针对这样一个说法 教育部的高教师说 恐怕会有学生会套利 来听听泽民中委员怎么回应 好会不会有学生他明明家里面 不需要 但是竟然为了这区区265块钱去套利吗 那么就有很多人批评说 哇 怎么说很爱护我们青年人的教育部 现在防学生如防贼一般吗 嘉庆怎么看 这个你就知道民进长的执政逻辑了 能偷就偷 能骗就骗 所以当他们听到钱 叮叮 很敏感 可以套利 除了民进长谁想得到 教育部长潘文中 你可以滚了 你真的可以下台了 教育部长潘文中只会搞什么 只会搞很多超高额的额度 给性贫教育 拿去补助特定的协会 去一个小时终点费 1600到2000块到3000块 都有进去跟你说 这叫性贫教育 然后拿一堆奇奇怪怪的性教材 看到所有家长都快疯掉 这是潘文中在搞的教育部 然后真正 刚刚韩国瑜说的 大家听到了吗 贫困的小孩 贫困的年轻人要去读大学 现在学贷多重 台湾也不是像以前 这么好赚钱 父母亲都只能求生存 而不能过生活 你让学生的肩膀 轻一点会怎么样 韩国瑜提这个 我们先给他拍开手 每个人都需要 而且就连有钱的学生 你也可以鼓励他去贷款 为什么 你自己以后独立 自己读大学的钱自己还 很好 我觉得这是好事 套利 套什么利 一天平均 一个月265块 一天不到9块钱 你去西班牙 现在给我买一颗茶叶带 要多少钱 一颗茶叶带都买不到 哪一个学生会第一能 花这个心思去处理这个事情 还要借学贷 以后还要留记录 对不对 谁愿意花这个时间力气 一天不到9块钱 台湾人想欠这个9块 你给我说一下 民进党不要狗眼看人低 也不要自己心里头 有贼就觉得 人家都跟你一样要套利 真正套利的是什么 南向政策 一年几千亿的贷款跑去哪里 民进党有没有公开透明 给大家检视过 这个烂党 天天自己心里头 想的就是money money 以为人家需要贷款的学生 也在想这些东西 这是什么烂党啊 我觉得真是 民进党政府真是不知民间疾苦 需要学 因为我在从事服务的过程中 遇到很多这个选民服务 都会要做学贷的 这个学贷这个申请是有一定资格的 也没有那么的容易 要符合一定的资格 家里收入要不好 还有很多点点点的规定 讲一句难听的啦 全班的同学跑去套利 不够你蔡英文吃一顿法国餐了 然后这个需要去做学贷 学生室家里真的是有需要的 那为了一个月265块 265块去超商打一个工 两个小时就有了嘛 还要准备很多文书 还要家长还要准备很多东西 实在是我觉得 政府实在太不知民间疾苦 我觉得韩市长政策真的非常好 那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尤其在台湾 有很多需要的这样的学生 很多学子想要力争上游 但是家里实在是辛苦 很想要力争 但是家里就是环境不好嘛 我们事实上真的应该鼓励这样的学生 而不是就认为他们就像贼一样 把学生当作贼再看啊 玉珍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呢 政府每一年就补贴这些利息呢 有23亿元了 而全面补贴 全部的人都可以不用交利息 其实只要39亿 等于只要多花16亿 就可以让我们的年轻朋友 大大的降低负担 但是韩国瑜后来有回应 他说奇怪了 16亿拿不出来吗 那8800亿呢 两兆的封电怎么说呢 这个是逢寒必返 你了解吗 我觉得他们只要韩国瑜的政策 他们就第一个反应就是反 实际上这个政策真的是很好 这个政策真的是很好 蔡英文政府现在给年轻人什么 每天都是灌输学生这些亡果干 芒果干啊 他只能贩卖芒果干 年轻朋友真的要看清楚 韩市长提出的政策是要给你们未来 要增加你们的视野 到国外去看一看 增进语言能力 然后比较贫穷 比较穷困的学生家里 想要努力向上学 但实在是家里辛苦 那让政府来扶你一把 那这个很多学生 经过这个学代政策以后 真的长大以后 回到社会 他们会想要回馈这个社会的 这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的 现实的 就是实际的这个情形 很多接受 那个政府帮忙的人 长大以后他有能力 他会回馈社会 这个就是善的循环 那蔡政府想的都是二的循环 想说你们就是想要套利 我跟你们讲你们不投给民进党 你们这个以后中华民国会 亡国啊 整天都在 我觉得台湾需要往正面走 不能一直这样走 这样对我们整个国家 未来真的非常不好 谈一个数据 如果从十几年前 我们每年的新生儿人口出生率 有三十几万 到现在不到二十万 十八 这个东西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未来国家会不会亡国 一定会亡国 那年轻人为什么都生不出来 家长也很清楚 养一个小孩是要多少钱 在他们求学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这个阶段 能够让他们怎么样 能够学到东西 是很重要的 太多人我们这一辈子 很多人都学到 学代过的啦 学代的东西 对年轻人来讲 非常的重要 如果韩市长 韩国瑜总统参选人 能有这样子的宏观 我觉得养下年轻人 让年轻人 有个安定的生活 让父母亲也减少负担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未来台湾的出生人口率 才会提升 我们现在出生人口率 真的很可怕 我们当医生的人 现在越来越讲 第一个要事业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妇产科 未来没有小孩子可以生 这个东西 这个是事实 没有 韩云云 你们想一点 现在韩国日本的观光客 来五天 一人补助一万 东南亚的 一人补助五千 这笔钱 拿来跟学代比 绰绰有余 他宁愿把钱去养一堆 外国观光客 他不愿意养自己的孩子 这就是现在民进党 你说的那个烂党 其实你知道吗 今天蔡总统 民进党的青年部 刚好在今天成立 他准备来和 我们的年轻学子互动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最近有很多事情 让不少的父母 感到相当的忧心 包括大法官的视线 说如果你不满意 学校对你的忌过的话 你有权利 是可以到法院 去对学校提告的 郁珍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的整个民党政府 都在好像回到 台湾要怎么进步呢 都在回到以前 像以前的这个大陆 有一个中国大陆 以前这个文化大革命 专门就是红卫兵 那时候年轻的那个青年人 就批斗自己的父母 批斗自己的老师 我觉得民党好像想把台湾 带到以前到那种 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氛围去 这个社会 以前我们小时候 我们学的这个教育 理议廉耻 四为八德 对不对 尊师重道 这些东西都很基本嘛 老师努力的教你 跟你或者是寄过 或者是处罚 因为很多人小时候 也许都被老师这样 有这样很严厉的修理过 但是我们回头 我们长大回头来看 这个是对我们的一种勉励嘛 那我们回头来看 都觉得我们要努力 这有时候是督促 我们向上的力量 民党政府现在都要给学生 这样的想法就是说 你就是反抗 你就是反抗 这种家长 这种学校 什么就是在压榨你 你就是要反抗这个威权 我觉得这个做得太过了 这个对整个台湾的未来 非常的不好 就是所有的这种 所有这种轮缸都没有了 负不负质不质 整个环境都改变了 让人家非常的忧心 然后真正应该带给学生 给学生希望的 给学生说 如果环境不好的 给家长希望说养不起的 那个政府来尽量来帮你 让你比较负担那么少 然后让学员可以努力向上 独立自主 学贷来自己念书 念书完 努力进入这个社会工作 还这个贷款 都不要做这些 民进党都不做这种东西 我们看着怎么不会忧心呢 我们上一代很忧心 我们这一代更忧心了 因为为什么他要这样干 因为他非常清楚 在其他年龄精神的选票 他获得的咨询率非常低 只有年轻这一块他要抓好 他为了笼络这批人 就是他想尽办法 想出很多的这种 莫名其妙的条文 就是全部送给这年轻人 记好啊 我们给你们很多东西哦 你要投我 如此而已 就这么简单 可是这样是毁掉台湾的 整个下一代 他给的东西最多的是什么 最多的真的就是 菜板台式文化大革命 在脑袋里面给你穿制服 让你当当权者的传身筒 全部去搞1450 蔡黄好棒棒 天大地大 没有蔡主席大 爹亲娘亲 没有蔡主席亲 没有错 今天搞出来 所有的年轻人 上个礼拜六 他们以什么为荣 跑去参加同性恋大游行 然后天天告诉你说 这叫人权 对不起啊 婚姻叫制度 不叫人权 不信大家出来讲 我们今天搞清楚一件事情 蔡英文已经让民进党政府 在台湾举债 然后债留子孙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刚刚医师提到 蔡医师提到的 债留子孙 其实还不是最可怕的 没有子孙才是最可怕的 今天我们整个国家的结构 跟我们在教育里面 不去强调品格教育 刚才委员讲了四维八德 我相当认同 四维八德跑哪里去了 蔡英文会跟你提四维八德吗 他还说什么 什么四维土龙 四维土龙 八德是没有 讨厌八德 八德路 这些人当执政党 再玩下去 为什么会有王国 他们真的在 因为你是王国君啊 只有王国君才会让人民有王国感 你蔡英文还敢讲 丢脸死了 这种人就选票下架 最简单的一个 最近有一句话 有一个人讲 你可以讨厌我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你可以票不投我 但是你要听听看我讲的证件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有个省思 不是都是他们做的才是对的 也不是说他们撒了这些东西 给你的这些利益 眼前骄扰你这些 这就是对的 我们要真的思考去看看 到底我们讲出来的 是不是未来真的有效 大家都忧心 其实我也忧心 我们是学科学的 看到这些心很痛 把国旗摘下来 丢在地上 画上另外一种国旗 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都尊重 但是基本的原则要把握住 我们不能让自己一个国家 变成一个乱到不行的 昨天我们安定力量 为了这个事情去提高 结果还受到很多关切的压力 他们现在不是在 制造废青 他们是在制造废物 如果把四维八德都全部丢掉 我们也不必那么激烈地 批判我们的年轻人 这样讲下去以后 好像我们这下一代的年轻人 真的很糟糕了 努力了 我们只有在讲 希望年轻人用宏观的角度来看 是 其实政府要告诉大家 不要再担心了 因为我又有小确幸要给大家了 财政部 经济部 最不应该有颜色 在配合选举的 连赢端对奖花票 也要大傻臂 超级夸张 欠蔡政府大傻臂没有用 一个政府就是要能福国立民 不是只有选举到才做 对手 建不得执政做得好 就双眼双矣 我们还是希望人民期待才是最重要 好 16亿的这个利息的补助 可能不能够拿给大学生 但是咱们的政府告诉大家 我要给大家40万组500块的云端专属的发票奖金 那么由于年底9月10月份期间增加的这个奖金 以7成的兑换率来看 只要1.4亿元就可以拿出来给大家 让大家都有小确幸了 所以政府现在要把这个好康来送给大家了 好 但是奇怪了 选举快到了怎么又有这么多好康呢 除了发票之外 好 你可以看到包括像是高铁要延伸到屏东和宜兰 这个大约要支出的是1509亿 再来了国旅的秋冬旅游奖励 还有第二波的加码大约是投入46亿 好 你看到真的是非常多 各式各样的政见好康 在这个年底投票之前通通都出笼了 所以我们要请这个蔡医师先来告诉我们 你怎么看 如果国家的经济状况非常的好 给民众多一点福利 OK 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各位看看最近这段时间下来 我们的经济真的好了吗 甚至我想每次在选举之前 如果一年两年你都不准提这些所谓的 这些政策的话 看看还会不会对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只有一句话 你花了多少钱 让民众去对讲 这里面最简单又没有排富了 万一这些钱领到的都是那些相当有钱人 那根本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政府的政策都是在急就张的在救急 这个救急是很痛苦很讨厌的 我们学科学的很反对就是这种东西 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有根据能够有实质的效果 我们才愿意做 否则做这些干什么 这个现在除了刚开始 这个蔡政府这个买票是怎么做 买票政策怎么做 刚开始是交通部 从交通部开始 后来农委会 农委会也下来加码补助 农机的这个部分 以前是五千万 现在变成一年八亿 然后接着农委会交通部 然后接着你看现在这个是财政部 财政部也加入买票的行业 大撒币的行业 所以接着交易部 交易部也来了 所以这个整个政府现在 其实我们有时候反面思考来看这件事情 蔡英文非常担心 她非常担心 她一定知道她的选情不好 因为她知道这么多年 她把台湾的经济搞得很惨 让大家整个所有的产业 不管各行各业 就是都没有办法有正常赚钱的管道模式 比如说这个观光产业产值 因为她这个政策不好 消失一千五百亿 那她说只好用什么软冬啊 什么有的没有 夜市券 前一阵还发夜市券 一直一发再发 都是那种短期内的给这种 我们叫做饮症止渴 给毒药 让你这样一时的这样止痛嘛 给你让你一时的这样止痛 让你觉得心里讲 吸毒 短期内你觉得轻飘飘的很好 好像你会短暂 所有的业者会短暂忘记说 这一阵子好像欣欣向荣 什么景气都有 但是长期来看呢 明年选举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政府有这个财政吗 还有办法继续这样做吗 一个产业的发展 都是必须要延续不断 让它可以慢慢的 慢慢的产业好起来 不是这样子 不好丢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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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我们不需要政府 不过这个有一点 马政府时代好像是因为金融风暴的时候 才有一个消费券 那是消费券 只有这一个而已 但是蔡政府就是经济做不好 他要让大家在短短的现在七十一天 请大家忘记这么多年来 店面租不出去 然后景气不好 没有人来观光 他要你们忘记这件事情 这七十一天忘记就可以了 其实那个钱也是我们自己的 自然就是把你的钱拿出来 他这种东西就是选举前公然花钱买票 然后他如果选不上 很棒 把债留给下一任政府 他就是这种想法 他就是要大家忘记 这么多年来经济不好的痛苦 不过我是建议民众 没关系 那个夜市卷你照去哪 照去光 阮东你照去那个 农机部什么都去申请 然后记得 如果你还想过过去三年来的苦日子 如果你不想过过去三年来的苦日子 你不要投给蔡英文 那他现在给补助你账 就像我们人家说会选吧 钱账票不要投 其实老百姓没有想清楚一点 蔡英文左手右手从你那边把你的税金 你交的税拿过来 左手再发还给你 就这样了 根本没有用到他们的钱 他用的是国库的钱 不是民进党党库的钱 当然是国库的钱 就是让国家进去 所以老百姓真的不能再傻了 你所有钱都是你自己的 不过各位不知道 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最近政府好像反应都很快 韩国瑜去了夜市 蔡政府突然一下就开始发夜市的抵用券 那么韩国瑜走到了吴英宁的家乡西州 结果政府马上拍板宣布例行补助 好像哪边韩国瑜有了新的证件支票的时候 哪边就可以看到蔡英文的加码 而且不只是跟得很紧 而且频率之大 力道之大似乎都是前所未见 家晴 就像刚刚提到的吴英宁的这个西州 彰化西州老家 当初就是蔡英文为了硬要弄吴英宁 抢了人家菜摊 只有现在要丢了江山 我们希望这个效果是继续可以发酵 那你说蔡英文现在 你说从前一阵子 包括前几天什么 说他们民进党里面 每个都变得白白胖胖 不是吗 林飞帆 西门菜 对不起 郑文燦 这些人不是都变得白白胖胖的吗 那哪里有错 你蔡英文如果民调真的赢那么多 我们跑选举跑那么久的新闻了 我们在政坛也大家都处理过很多 相关民调看选情的状况 蔡英文你如果贏得这么财 韩国瑜讲一句话你会回应 你绝对冷处理嘛 今天就是你知道老百姓心里头 找不到支持你蔡英文连任的理由 所以韩国瑜丢了一个证件 你就刚刚讲说连补助学生的就学贷款 你教育部都要出来讲废话 讲那种插话 今天我们真的不想去批评这个蔡英文政府 你今天去紧迫丁人去弄韩国瑜 然后苏贞昌偷偷摸摸的 这个也给他女儿在选区里面弄了一条苏贞昌大道 不是吗 就为了女儿的选举去盖一条路 苏贞昌大道 每个民进党很多大家都在那边开玩笑 好想叫苏贞昌一声爸爸 他们就这样啊 喜欢爸爸买给你嘛 你不喜欢的我一定糟蹋 你糟蹋到底 就算对全国的老百姓都有好处 他民进党就是不给你吃 他只要让他只要自己吃禁药 让老百姓打马飞 每个人都傻傻的傻不隆东的 然后在他民进党下面设一个 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委员会 把这些年轻人 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 不敢去做梦 没有未来憧憬的 全部丢进去做麻醉 然后大家出来 回家跟爸爸妈妈争 我要话语权 但是我不要负责任 今天我们在看 民进党在做的就是做麻痹 老百姓跟让大家普遍没有竞争力 你不要吵 反正时候到了 我会给你想办法 你这个统一发票去筹个五百块的奖 这样你有小确幸 你要很高兴 要谢谢蔡黄 其实这个简单来说 蔡英文所有会这样走 会跟着韩国瑜走 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想法 心虚 害怕了 你说这个夜市体育券 发下去到现在 听说网络上传说 还领得不到三分之一 证明了老百姓要的 根本就不是糖 老百姓要的是你的经济政策 我们常说 你给老百姓一条鱼 你不如给老百姓一根钓杆 老百姓要的是经济的复苏 你像他这种行为 目前他这种撒夜市体育券 除了 我们想到除了买票 你找不到任何其他理由 你做了三年了 你从来不发 选举要到了 你发 好 既然你这样子 我们常说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既然你不给老百姓钓杆 你只给鱼 很简单 明年我们就选韩国瑜 韩国瑜提了这么多证件 有五成人不知道 蔡英文一条证件没有提出来 除了撒钱买票之外 他什么证件都没有 竟然有百分之二十八的人 认为他有证件 这什么社会 是